观天下大事 听非同反响 我是丁一反 最近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校 卢比尼又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 他说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注定发卖国家的经济要进入一场长期的萧条 卢比尼在美国有末日博士之称 因为他在2006年的时候 他就预测到了美国要爆发次代危机 而且他还写了一篇文章 基本上准确地预测了整个次代危机发展的几个步骤 最近卢比尼在英国微博上写了一篇文章 说有十个迹象证明 世界经济正在滑向一场长期的萧条 他列举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疫情之后 发达国家的债务都迅速地膨胀 今年发达国家的预算赤字 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 如果这是一次也就罢了 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再加上这么大的预算赤字 这么猛烈的债务增长 所以后面的情况就变得积极可危了 卢比尼还增加了一些预判 说 其实这个事变得非常凄巧是因为 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 它的企业和家庭的债务也在迅速地膨胀 在这些债务迅速膨胀的同时 因为疫情造成了经济萧条 人们很难找到工作 人们没有办法消费 所以其他的问题就接踵而至 所以随着疫情的脱长 美国及其欧洲的这种家庭和企业的债务 会变得越来越危险 很快大概就会出现违约破产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这次疫情暴露了欧美国家 在医疗体系方面的弱点 欧美国家都是老龄化社会了 随着人口的老化 所以医疗体系的开支就特别大 但是欧美国家在医疗体系和福利开支方面的欠缺已经非常多了 这就需要更多的投入 国家已经在财政开支方面有很多困难了 未来要继续扩大在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当然是雪上下双 第三个问题 就是通货紧缩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因为经济的衰退需求就在减少 需求的减少就造成了比如机器啊商品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出于供过于求的现象 当这些事情都供过于求的时候 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的成本也会迅速下降 然后就造成了通货紧缩 当通货紧缩发生时 由于债务还在增长而价格不断的下跌 所以企业个人和国家常债的能力都在不断的下跌 使得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第四个现象就是在短期内呢 各个国家其实现在发债的能力非常有限 所以这些国家不得已只能求助于债务货币化 也就是靠中央银行来买入这些债务 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印钞票做法 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 一定会引起恶性的同化 但是因为过去有全球化 这个问题被遮盖了 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可以从新兴兴起 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的商品 某种程度上对冲掉了它们滥发出来的货币 但是随着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 和去全球化趋势的兴起 那么从新兴兴起和发达国家 大量进口廉价物品时代有可能结束 那么这么多烂发的货币 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 在那样的时候 这些发达国家就有可能进一步陷入 曾经在七十年代 使他们非常难受的滞胀现象 也就是说一方面有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却起不来 第五个现象就是说随着疫情的发展 这些发达国家觉得他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无法保证自己的基本的医疗设备 医疗物资等等最基本的供应 所以疫情之后可能去全球化的现象会越来越猛烈 这些国家可能会把很多很多的在海外设的这些制造业的生产线要迁回国内 但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太高 而现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这些国家有可能使用更多的自动化 更多的数字技术来代替劳动力的成本 所以这样的话 虽然他们把生产可以搬回国内 但是他们顾的并不一定会大幅上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能产生更多的民粹主义现象 越来越多的人会感觉到不平等 即使有生产 他们也没有相当的级别机会 会有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 甚至中产阶级都会受到所谓民粹主义的诱惑 他们会把外来劳工 外来移民和国际贸易当作披罪羊 去全球化的趋势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第六个现象就是去全球化这个趋势 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对立 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 随着美国越来越限制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贸易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技术等等 其他的国家也不得不选边站 甚至他们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来防止中美的冲突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会加快去全球化的趋势 就会使得各种各样的制度 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出现在更加狭小的市场 不能利用广大的国际市场来迅速的社会投资 所以未来技术进步也会放慢 他说的第七个现象 实际上跟第六个现象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随着中美的对立 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会越演越厉 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会打着强烈的民粹主义口号 要争取上台 在这种背景下就会给那种台上的政治人物 给当时执政的政府都施加更大的压力 会迫使去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第八个第九个问题都是跟中美关系相关 陆毅宁认为 随着中美的地缘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 美国会在各挑战上对中国展开围追阻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第九个现象就是有可能出现新的冷战 新的冷战不仅局限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而且也会把俄罗斯朝鲜伊朗这样的国家也拉进来 新的冷战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限制资本信息 劳动力和商品的各种各样的流通 所以世界经济因此会进入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 最后一个现象关系到这一次疫情 这一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了 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危机 它的损害有时候比金融危机还大 其实从上世纪莫到本世纪初以来 世界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病毒和这种公共卫生危机 上世纪末主要是艾滋病危机 然后进入21世纪以后又出现了几次大型的病毒肆虐的温宜 比如我们知道2016年出现了全球的猪瘤感危机 然后又爆发了所谓中东呼吸症危机 又爆发了非洲的爱博拉病毒危机 这一次加上新冠肺炎病毒危机 越来越多的公共卫生危机 对世界经济给予了巨大的打击 实际上这些危机某种程度上都是所谓的人为的灾难 卢比尼说 这些危机证明了 其实人类社会在医疗卫生体系方面投资的太少 所以当病毒袭来的时候 人们变得素手无策 另外最近一些年来 随着全球的气候变化 各种各样的病毒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会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都会严重的冲击世界经济 如果未来世界经济 真是按照卢比尼预测的程序发展的话 中国就要做好以下的三个准备了 第一 因为这些美欧西方国家 他们跟中国的技术脱钩一定很明显 所以我们必须加快我们在各种各样短板方面的投资 加快短板的过程 要想着过去我们可以从这些发达国家 源源不断的进口那些技术产品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未来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企业来生产一些替代品 来不断的弥补这些进口产品缺失 对我们最终产品的影响 第二条就是我们必须加快对新型陈正化 新基础设施的投资 我们才能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还能够使我们的经济保持基本平稳的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切不可以马虎 切不可以缩手缩脚 切不可以被西方的一些媒体鼓吹的 什么中国债务危机论下坏了 其实我们看看他们 他们都已经基本上没有经济增长了 还敢那么大手大脚发债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还有比较可靠的实体经济的增长 我们再借一点债来支持这样的经济增长 对我们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最后一条 既然美欧这些国家要由我们脱钩 我们干脆就顺势限制我们对他们的出口 我们要让他们意识到 没有中国的廉价产品 他们的通货膨胀一定会脱离控制 如果他们的通货膨胀失控的话 对他们的损害要远远大于 对中国经济出口的损害 矿钱 现在欧洲央行在实行复利欲 美国央行美联储 在搞无限的宽松 买进各种各样的债权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称为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 未来这些所谓硬通货的价值是非常可疑的 与其我们费了很多劲 换回一堆未来不断贬值的那些废值 我们还不如省下的力气转过头来专心发展国内的市场 许多国内的出口企业应该认真的考虑转产的问题了 其实我们必须应该当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时候 在微观层面上 如果企业不迅速的顺势调整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的经营的话 那么就可能遭到巨大的损失 好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感谢观看本期的非同凡响